第一题 我们来看第二题 好的 纳豆红曲植物栽纯葡萄子颗粒中 哪些成分可以清除自由基 A 纳豆 B 红曲 C 葡萄子 D 植物栽纯 我就打两个 一个是A 一个是C 我不知道对不对 我还想加个D 你多一个 正好老师你不加个B 反正我就这两个 我不加了 得了 你被为难了 我现在在激烈的斗争 我是 加不加 站在孟竹这一方 还是站在帕姨那一方 当然你站在孟竹这一方了 那就加一个 对 这个说站队很重要 对呀 我跟您说 郑华老师这次帕姨大队了 开开 是吗 这个起到抗氧化效果 这是纳豆鸡梅和葡萄子当中的花青素 他们两个都具有抗氧化抗疲劳的作用 自由鸡是什么 最近这个关心健康问题人都对自由鸡 这个词很熟悉 是 它是我们人体内一直就有的一种物质 这个它不是什么好的东西 纳豆鸡梅和花青素都有着超级抗氧化的作用 能够让人类延缓衰老 能够抑制自由鸡的生长 换句话说 自由鸡越多 人老得越快 得的病越重 而有这功能的是A 纳豆鸡梅和C 脱脱点 看来今天我们两位观察员还是没分出胜负 不过不要紧 一会儿我们答题系统正式开始 大家可要实打实的去答题了 系统会从题库中随机抽取五道题目 连续回答对五道题 就可以获得一千元的红包 额外还可以免费撒一次金蛋 金蛋里有益生菌 胺糖 多种维生素 蛋白粉等超多膳食好物 等着您 咱们这题都讲到现在这程度了 应该记得差不多了吧 对 要不这么呢 咱这个答题系统准备好了没有 可以了 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发消息来说 随时都可以开始 那这样 大家现在找群众 或者是查看群里消息 我们健康知识答题竞赛 现在正式开始 膳食营养月考 邀您来考 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节目微信 即可进入答题系统 答对五道题目 即可获得栏目组送出的最高一千元的大红包 同时还有一次 同时还有一次砸金蛋的机会 金蛋当中包含了益生菌 氨糖 多种维生素 蛋白粉等超多膳食好物等你领 砸到哪种 我们就给您有哪种 考试涉及的所有问题将在近期的电视节目 及网络直播中为大家全部讲解 赶快拿好笔和纸记录吧 答对题得奖品赢荣誉 还等什么呢 赶快叫上身边的朋友开始答题 替邦老师 你看咱们今天讲的是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知识 我这儿有位 他就学业 他说了 他自己有高血压 他经常啊 这个头特别疼 他就想问问铁方老师 有没有啥办法呀 让他好点 那当然有了 亮啊 今天我们这道影响菜啊 就非常适合这个威偶 叫什么血液 我教给大家一个三步穴位按摩手法 捏风池 扣百慧 还有这个开天门 三步 每天坚持做 这头痛就会有一个缓解 胖阿姨老师 你们快看 咱们这个群里有微有已经晒出截图了 它好像是第一个这个完全答对的 就五道题全答对的 对 通关了呗 好了 这么快吗 是啊 你看这群里还有很多人说 这题不会呀 杂者哥 杂者哥你说 是 这是这么的吧 大家实在有不懂的问题 你去群里找群主 你问他 我们这个群有个习惯 就不管有什么事 找群主 我们群主的手里都有正确答案 这些题以前我给他们也都讲过 找群主 而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 这个排行榜上已经有很多朋友 都已经把题答出来了 铁峰老师您这次的题怎么 我感觉啊 有点简单了 你看 是吧 我出这题您也都听到了 这几天给大家一五一十也都讲了 他们能答出来就说明 跟我们排第一位的那观众啊 是一样的 叫什么 记笔记了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答题系统已经正式开启了 只要您连续答对五道题 不仅有高额